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前一篇我自己做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内容 那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在外交单位的工作 所以说前一篇呢 里面的一些词令我还蛮熟悉的 那你应该在标题已经知道 我们在讲中美高峰会在阿拉斯加发生的这个中美高峰会 杨洁第三个字好像要念成词我刚才找了一下 以及那个Antoni Blinken两个人之间的 也其实不止他们两个啊 还有一些其他人 那其他呢我就主要没什么抓到 我们来抓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 那中文的新闻我相信你已经看了很多了 可能就是他们讲说两个人针锋相对啊那些的 所以的确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还蛮厉害的外交词令部分 好 那如果你有看这整段的话 那你是知道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我稍微跟你补一下下 其实就是两边准备好了一个 就是一个像是opening statement 就是一种这中文叫什么说opening statement 就是一个一个开场白的概念 那那其实两边都是 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他们都有看稿这样子 那所以看稿把它念出来那让媒体知道 两边在进入会谈前的一种立场的表态 那他们就可以交差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入秘密的会谈 直到谈完之后出来可能再发一个公开的宣言之类的 而可是中国这边我感觉得到这个杨洁篪其实他有些部分是有点脱稿演出的 我的感觉啦 因为他后来有些语气上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好 我有点觉得我想要把这一整段目前的剪掉 因为我开始掺杂一些个人的意见 其实是废话的 如果不剪就这样吧 干 我们现在看下去 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呃 我们要直接从他们的双方的逐字稿 因为这网路上也找得到 所以这边这个transcript 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逐字稿 那当然英文的部分其实是中文翻译过来的 可是我觉得翻译的其实也蛮到位的 OK 我们就来看blinken是先说的 而他的内容其实相当少 你大概也知道中方讲了16分钟多长 那blinken其实几分钟都讲完了 好 所以现在先说了 所以good afternoon啊 welcome啊 什么什么干嘛的 请代表着谁谁啦 欢迎你们啊 这样好 这前面废话 等一下我会有红字的部分 是我highlight起来我觉得值得提的部分 来 所以他说先他前一阵子 他才刚从去造访了日本跟韩国什么这些 所以目前是讲这样 好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 Our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leading with diplomacy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这句话我觉得就有点点他的特殊的含义在 administration这边的意思就是目前的拜登的这个政权 所以administration虽然可以翻译上管理的意思 可是讲到政府的概念的时候就是目前在位者的这个政权 所以我们的administration就是拜登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就是我们现在要致力于 致力于什么是呢 leading with diplomacy 用外交的方式来做领导带领者 然后来干嘛呢 用外交手段来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所以advance是推进 推进美国的利益 所以就是想要把美国的利益来往前推 and to strengthen 以及去加强加强什么呢 the rules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这里的rules based呢 等一下就会被杨洁篪呢 狠狠地打个脸 为什么rules based有什么错啊 就如果其实讲的是 他后来把它翻译成是 用一种规则性的方式 用一种大家理解的方式 来去维持的一个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der可以翻译成是国际秩序 所以这个国际秩序 等一下照杨洁篪的说法是说 应该是要照联合国所订定的法律来当做基础 而不是一种你跟我之间的你说什么 然后我答应我们成为一个常规式的 所以这里的rules based 其实讲的是很松散的rules 就是可以算是用mutual understanding去了解它 而不是用法律 所以而不是laws based 所以美国在一开始表达立场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用一种rules based的方式 来维持international order 所以等一下中方的打脸就是说 为什么是美国来维持这一种 而且是用rules based来维持呢 为什么不是用法律呢 或者为什么不用中国的方式呢 其实这有点透露等一下要探讨的部分 我们先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个系统 它所谓的这个系统就是刚刚讲的rules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国际秩序 并不是一个abstraction 就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abstract就是抽象的 所以它能够帮助国家来解决问题 解决他们的意义分歧点 differences和平的peacefully 然后能够coordinate 我特别要讲其实这个字 coordinate multilateral efforts effectively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merce with the assurance of the world 我现在讲OK 所以multilateral的意思是 lateral这个字其实就 大概可以理解为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multilateral就是各项 就是多方的一个概念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讲双边贸易 我们会讲这个字叫做bilateral 所以lateral bi 两边的 所以trilateral也可以是三边的 那multilateral就是多方的 所以来协调多方的努力 以及反正讲全球的商机 什么这些的 所以要是大家都follow同样的rules之外 所以如果都follow同样的rules的话 所以这里在讲的rules 就是说的刚刚讲的 就是并不是法律 而是一种大家所同意的规则 规则 规则用rules来翻译其实也是不错的 再来看这个红色这边的部分 the alternative to a rules based order is a world in which might makes right and winners take all 所以如果不用规则的方式来运行的话 我们有这个替代方案alternative 也就变成是 the alternative to a rules based order 用规则来做基础的一个秩序 就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might makes right 故意押韵 所以这个外交辞令 那might是什么呢 这里并不是注冻此刻 这里的might就是 武力其实可以算力量might 所以有时候美国会说 我们的军事的力量 the might of our arms arms这个字不是手臂 而是武器军力 所以the might of our arms 就是我们军力的力量 所以这里的might就是力量 所以力量就得到话语前 就使得什么是对的 might makes right 所以武力就是正确 以及winners take all 这就是赢者全拿的概念 所以要是我们不照这个 规矩规则类的方式 来运作的话呢 就会变成 谁拳头大 谁就是对的 以及胜者全拿 你看讲的毫无霸气 其实感觉 但是他的辞令之下 含义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拳头大的人 就是老大 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可是 我身为一个 不是白人的一个立场 我看到这句话 我就会觉得 哦你说这样说得很漂亮 可是你美国 明明就是世界警察 你这句话 其实是在打你自己的脸 好 这没关系 我们先不要太多 我自己的解释 继续讲下去 讲到后来下面一个点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又是红色的 so today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key priorities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机会 来讨论一些 关键的priority 就是优先顺序 轻重缓急 我们要讨论一些 这个部分 both domestic and global so that China can better understand our administration's intentions and approach 所以想要讨论这些部分 而这些部分 就是国内的 以及全球的 到底国内全球 是谁的国内呢 所以其实 他讲的 当然不是美国国内 他要讨论的就是 中国国内的问题 所以一样 我想这藏在 藏在这个文字底下的意思就是 中国 我现在跟你坐下来 我要来检讨你哦 OK 我要讨论 key priority both domestic and global 虽然他没有讲明白 是美国的domestic 因为domestic 是国内的 或者家里面的 他当然不是讲美国的问题啊 他要讨论的 可是你们中国的问题呢 domestic and global 以及全球的 以至于中国就可以更好地了解 我们这个 我们的 intention 跟我们的 approach yeah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讨论你的问题 你才可以更了解 我们的意图 跟我们的做事的方式 总之就是 所以你看 中方会不会去 把这些话 看透了 并且表达出 你就是这个意图 他们当然会这么做 可是我所看到的 多半的 这些 呃 英文的 外文媒体的coverage 都是在说 就是 中国也压霸 然后美国当然也是 没给中国好脸色看 然后两边这样吵 那 那 台湾其实 我真的 必须说 比较偏向于 就认为是 中国好像在挑衅 还是干嘛这些 可是我们要理解 这个英文很明确的就是 表达出 美国想要用他的方式来跟你谈 而不是用你中国的方式 来跟我美国谈 我觉得这个文字 是有这样子理解的 可以这样理解 来不管 我们再看下去 他还没讲完 所以他接下来就 我们要讨论一些 一些Deep Concern 那下面 刚刚讲的包 接下来讲的包 会有新疆 香港 台湾这些的 那你大概都知道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废话了 以及甚至是在对美国的 这个Cyber Attacks 网路攻击 以及Economic Coercion Towards Our Allies 这一样 这个文字其实 这个文字其实就已经不友善了 Economic 经济的 coercion 这个词就是 胁迫压迫 所以中国对于我们的 Ali Ali的意思就是盟友 中国对于我们盟友们 经济上的压迫 Each of these actions threatens 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maintains global stability 所以每一项这些行为呢 都威胁着 以 规则为 基础的 所以这个 Rules-based 已经看了好几次了 希望你今天刚刚就记起来了 所以以规则为基础的 以成规为基础的 这些秩序 而这个秩序 维持着全球的稳定 所以总之 控诉中国 你用这个经济的胁迫 来破坏全球的稳定 美国没有做这事吗 有啊 谁说没有 你看80年代还是几零年代的 美国怎么欺负日本的 这历史我也别谈了 所以 我并不是说支持中国这一边 我生活在台湾 我也不喜欢 台湾旁边有这么一个恶邻居 可是 我认为美国用这种方式 来去跟中国谈 指着人家 骂中国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美国这些事情 也通通都有做 我们不能不持平而论 看这件事情 好 anyway再看下去 so that's why there are not merely internal matters 所以我刚刚讲domestic 这里也更明显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并不是单纯的 呃 内部的 就你知道 中国常常说 这就是我们国 我们自己国内的事 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 管我们的家务是 internal 就是内部的 matter就是事情 所以他刚刚讲这些 他都知道中方会说 这些是我们的家务事 你别管 所以这边就先堵中国的嘴 就先说了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事情并不是你的家务事而已 以及 我们 以及这就是为什么 why we feel an obligation 我觉得有义务 来raise these issues here today 今天跟你提这些议题 所以总之 这个talk 就是美国在跟中国说 拍谁哦 我现在就要来管你的事了 就这么简单 你今天是中国你爽不爽 当然不会爽 很自然的吧 一样还有红字再说完 I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 adversarial where it must be 这种雷尔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种文字的处理方式 就是用排比法 很多人在总统当选 就很多历届的总统当选之后 都很喜欢用这种排比的方式 来 让他们的话语 听起来就更有力量 所以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一下 所以我这么说 我说的就是美国的跟中国的关系 将会是这样 这样 这样 就这三样 所以美国中国的关系将会是 第一样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文法就不解释 就在他该竞争的地方 就应该要竞争 competitive竞争的 所以中美关系 该竞争的地方 就应该竞争 用should来说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 能够合作的地方 就来合作 可以合作的就合作 所以再一次喔 应该竞争的就要竞争 可以合作的就要合作 adversarial where it must be 一定得冲撞的 就一定得冲撞 所以你看这个文字其实是 很有力量的 并且立场是很坚定的 adversary我刚刚对不起还没解释给你听 就是敌对的 我跟你该敌对 我们就一定得敌对 我们绝对不会退后给你看 所以用了一个must 你看他刚刚用了三个主动词 所以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should的是一个感觉比较弱的 应该竞争就应该竞争 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 可以合作就可以合作 can 但是最后用了一个必要的一定的must 所以一定得敌对的 我们就来一定要敌对 很屌 OK这句话我认为 其实真的媒体都没quote这一些 我认为媒体真的应该解析这漂亮的英文 但他们不做我来做没有问题 好所以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的阿拉斯加今天的讨论 就是我认为我怀疑 他在suspect这个词不是怀疑 如果他今天怀疑他接下来说的话 就应该用doubt这个词d-o-u-b-t suspect就是我觉得会 其实suspect这个词后面接的句子 就是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意测 我意测我们在这里阿拉斯加的会谈 我run the gamut 这个run the gamut一个片语 也就是所有范围都会改得到 所以刚刚讲的上面这三点 该合作的要合作 对不起 该竞争要竞争 该合作的可以合作的就可以合作 但是该敌对的就敌对 这些我们都会谈到的 有没有挑衅意味 你听不出来有 你可能会觉得文字用的漂亮 然后语气讲的和善 可是事实上 它里面的确有挑衅的文字的意涵在里面 看你愿不愿意去正视它而已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 这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外交词汇上的这种修词学 好然后接下来换是那个Sullivan讲的话 他讲的话我比较没有抓到有什么好讲的 那我们再看下去 不过这边好像有一句 又讲到了 他等于是有点去 帮他刚刚 帮那个布林肯刚的 就等于是support他的一些重点 所以但有没有有点缓夹呢 或许有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 we do not see conflict but we welcome stiff competition and we will always stand up for our principles for our people and for our friends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寻求 争端conflict 就跟你之间发生一些摩擦 我们不是要寻求conflict but we welcome stiff competition competition又竞争 Steve就是很硬的 但我们会欢迎跟你之间 硬碰硬的竞争 Alright and we will always stand up for our principles 而我们永远会 替我们的这个原则 站起来 那原则其实讲的就刚刚一样的 我们刚刚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用rules based 来run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s our principles and we will stand up for our principles 以及for our people 以及for我们的朋友们 朋友们就allies 那你看这句话讲到这里 所以你听不出来那是你的事 我听得出来就是 总之我们支持 我要建立我们刚刚这些立场 以及我们会跟我们的朋友们站在一起 简单说就是怎样啦 我这边有这些朋友啦 而且我们都知道 他在跟这个阿拉斯加中国会谈前 他才刚跟韩国跟日本见完面 所以 总之先把盟友顾好 我现在去跟中国谈了 我就大方方的去你国家造访一下下 来让你们知道怎样 我刚跟我从我的朋友那边回来 那现在来跟你谈 然后我现在跟你说 我会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你是中国你心里怎么想 OK 好 Anyway 所以现在换这位老头子讲话了 叫什么来着 杨洁篪 好 所以一样我抓一些他红字的部分 前面讲这些都废话 这些全部都是造稿讲出来的 那比较偷稿的部分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什么时候有 这边看了 What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llow or uphold is the United Nations center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pin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所以我想要强调几个 咱们讲国际的 所以 这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follow的呢 以及uphold就是高举的 就是联合国为中心的 像刚刚有rules based 而这里他就united nations centered的 国际秩序国际系统 以及好国际秩序 international order 那underpinned就是在底下支持着他 你也可以这样看 所以背什么呢 国际法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法 而不是你想的rules based 的东西 so not what is advoca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countries of the so called rules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所以这里就直接打他脸 我不是要管你的这个 你的所谓的so called 的这个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好所以直接回应他 再来 下面有 而且刚刚强调一个 世界上几个少数国家 来所支持的rules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少数国家吗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 但的确世界上强国也就那几个 然后下面讲另外一个重点 the wars in this world are launched by some other countries 前面讲的就是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边现在讲的是 世界上的战争啊 是被一些其他国家聊起来的 其他国家 他的意思就是不包括中国 which have resulted in massive casualties but for china we have asked for what we have asked for for other countries is to follow a path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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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中国不会去侵犯别人啦 well 是不是事实呢 well我知道中国欺负印度欺负的也蛮厉害 就是周边的国家什么这些的啦 那或许这你可以说是中国拳头不够大 他再怎么欺负就欺负亚太区域 触角伸不到欧洲伸不到哪里去 当然一带一路也是中国想要来继续exert 他的影响力的一个做法 但总之还是没有美国厉害 美国是世界警察 那中国可能还做不到 可是总之他现在目前说的这个事实 说的是世界上的战争是被某些其他国家发起的 那总之就是在指美国了 那这句话有没有说错 也没有错 但中国有没有欺负别人也有 所以这也是一种五十步笑百步 其实我真的看完这两边的讲话之后 我一个感觉就是 你们两边根本就是乌龟笑蝶没尾巴 或者就刚刚讲五十步笑百步 你们两个互相指责对方犯的错字也都有犯 好不管了 这个先别说太多我的interpretation 再看一句红色的话 we do not believe in invading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我们不相信透过武力来去侵犯别人 or to topple other regim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或者呢topple就颠覆掉 颠覆掉其他的政权 regime就是政权 透过各种其他方式 这讲的就是美国欺负中东国家啦 简单的说 OK把人家把政权颠覆掉 or to massacre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或者大规模屠杀别国的人民们 美国有没有这么干 or yes because all of those would only cause turmoil and instability in this world 所以他用了美国刚刚用的字 instability 稳定度跟不稳定度 这些都会造成turmoyal就是动荡 以及世界的不稳定 所以这边就指着美国 骂美国做的事情 然后再看下去 United States has exercised long arm jurisdiction and support and suppression and overstretch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or financial hegemony hegemony 对不起 美国啊 就他一直exercise 就是去坐着这样子 OK 使用着很长的手臂 long arm jurisdiction 就是管辖权 治理权 行政权之类的 jurisdiction 所以美国就是用一个 长手臂的方式 管全世界的事情 以及用了suppression 就是打压 以及这个超过 深超过over stretch stretch就是延长 延长的超过的 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over stretch的一些 national security 就是国家国安的概念 就用suppression 以及用过头的这个国安的概念 透过什么呢 透过用暴力的方式 或者用 就是金融上的 经济上的 hegemony的意思就是霸权 所以经济上的霸权 所以等于也是 刚你骂中国的 现在他骂回来 对不对 经济上的hegemony and this has created obstacle for normal trade activity 这造成一些阻碍 就是正常的 贸易的活动的阻碍 而美国呢 United States has also been persuading some countries to launch attacks on China 所以说服其他国家 来欺负中国 对中国发动攻击 那其实是不是有 像我们知道 对于中国的一些 贸易的这个 贸易战的一些手段 美国拉拢世界其他国家 来针对中国 有没有呢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华为的禁卖 还是这些的 对不对 当然中国有没有 一样还击 或者是杯葛边缘的东西 有啊 Google见不了中国这些的 所以一样 这都是五十五小百步 好然后再看下来 也是红字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US in human rights are deep seated 这边重点来了 讲到人权什么概念 所以开始指责 美国没有人权 事实上我们会觉得 哈这个指责 指责非常的 奇妙啊 因为一向都是我们知道 中国欺负什么维吾格 维吾尔人啊 或者是 新疆那些啊 什么这些的 欸 结果他画风一转 说美国也有这种人权问题 我本来都还想不到 后来我也想 啊对嘛 黑人一直都在受压迫 到今天都还是 美国的监狱里面 关的那个黑人的人犯的比例来说 是远高于白人 所以你说美国有没有人权问题 当然有 我都觉得事实上 中国 要是我是中国的官方政府的话 我一定会死咬着美国这一点 绝对不放手 你要咬我中国的人权问题 我没有说这对 人权问题当然是非常严重 像中国欺负我们也非常严重 可是我们持平而论 美国有没有资格说 中国有人权问题 没有 因为在美国人权问题 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里就有提到了 所以刚刚讲 要是我是中方的话 我就 我开始要跟美国黑人当朋友 引进嘻哈 大家都来唱嘻哈 大家都来又又又 然后我们跟黑人 美国黑人交朋友 我们就花钱支持 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 好像事实上 其实的确有这样子的 道听途说 说Black Lives Matter 是中方资助的 不要听我讲的话 说不定是宝选 不管回来这里 所以 美国面临的 Human Rights的一些挑战 Deep Seated 这个词还不错 Seated 这个是座位 可是Deep Seated 这个 这个形容之片 就是 总之是 很深的 根深蒂固的概念 这样子 所以 人权问题 Deep Seated They didn't just emerg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所以 并不是过去的四年才浮起来的 好比说 Black Lives Matter 就提到了 Right 事实上 就是杨洁篪 没有讲到Black Lives Matter 这样的词汇 翻译成英文之后 才出现了Black Lives Matter 它在中文只有讲到什么 欺压黑人之类的 我就不信这老人家 知道什么叫做Black Lives Matter 好 所以总之不是最近才起来的 好anyway 这一点讲完了 所以继续看下去 还有什么红字呢 其实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 他的部分 反击部分 我觉得看到目前大概这样子就 算是很强了啦 那当然 所以回到 我认为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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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你可能会觉得我前面刚刚讲了半天 都在说的是好像 我好像有点站中方这边 会觉得说 美国的这些指责 就是 这样子指人家 然后四肢手指头 其实指自己 就是美国自己也犯了一大堆错 那中国有没有错 当然有 美国自己有没有错也有 所以中国的反击制 有没有错也是有 美方有没有错 还是有 所以错了半天大家都有错 所以现在这才是最 我认为最大的重点 这重点就是 无论如何 国家有没有错 有 但是美国人会不会反省 美国人能不能公开反省 答案是可以的 中国能不能反省 答案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认为 最终最终 It all comes down to It boils down to 言论自由 我能不能在这里这样骂两遍 可以 因为我在台湾 OK 我这个影片能不能传到中国的B站去 大概不会被人家禁 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这个问题 美国真的就这么会反省自己吗 我觉得 程度上是 可是也并不完全是 他的反省 还是 有他的 有他的 天花板在 什么叫天花板 美国人不是 言论自由完全OK吗 我也不是 Donald Trump在推特上被禁言 YouTube上的影片被下架 我没有支持Donald Trump 问题是 你不应该把Donald Trump禁言吗 问题是美国有没有 就是这些自由派的媒体 左派的媒体 有没有把Donald Trump shut up呢 真的有 对不对 当然不对 那 可是 这件事情 对还不对 在美国能不能讨论 可以 你的确可以就骂Twitter 然后说Twitter 你怎么可以让Donald Trump 你怎么可以 sustent Donald Trump的账号 你可以骂他 所以总之 骂这件事情 没有被禁止 我认为就是哪个国家 比较高级一点 这是 这是我的底线 所以 最后这个布林肯他有 他们两边讲完了 opening statement之后 其实李当娟应该结束 可是布林肯忍不住 就反驳了一下了 而且中国方 杨方也 他也又反驳了 所以他们有交火 搏火 几句话 这是事实 而且翻译也很厉害的 因为这完全就变脱稿演出了 其实 所以 媒体报导没有错 他们真的到最后 这个搏火是真的是脱稿演出 其实 而翻译也蛮厉害 翻译也蛮到位的 但是 布林肯这边 他的反击 我觉得强就强在 这边来看 所以这边说的美国啊 就始终有在进行着一个quest quest 就是可以被翻译成任务的意思 所以 我把这边再看一下 There's one more hallmark of our leadership here at home 所以在美国我们家里面 我们的领导有另外一个 Hallmark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们的一个 中文有时候卡住真的是 Hallmark 我想找一下 Hallmark其实是一个卡片的公司 做卡片的公司 我们找Hallmark的中文找一下 啊标志喔 可以啦 所以我们美国有一个 一个标志性的一种 领导权位的一种做法 而这就是一个quest 刚刚讲quest是这种任务 他们美国人就进行一个任务 任务就是呢 我们要 有没有缔造一个更完美的union 也就是美国合众国这样子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而这不简单 and that quest by definition acknowledges our imperfections 所以这个quest 在定义上来说 也就是我们认知到我们的不完美 我认为一个国家 要是能够去认知到自己的不完美 并且做改变 那就真的是一个 那才能成为上伟大的国家 能够正视自己的不对的地方 像德国在二战后 到今天还在反省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德国纳税主义 能不能够重新抬头 我认为是不可能 因为没 因为德国就一直在反省 acknowledges that we're not perfect 我们认知到我们不完美 we make mistakes we make mistakes 我们会犯错 we have reversals 我们会把事情倒回来做 我们甚至会take steps back 也甚至会开倒车 所以布林肯都承认 我认为承认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情 but what we've don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is to confront those challenges openly publicly transparently 所以我们去 我们在历史上 透过历史上 穿越整个历史上 他们会做的事情 已经做的事情 就是去confront 就挑战这些挑战 公开的 开放的 以及透明化的 not trying to ignore 不是去无视他们 not trying to pretend pretend they don't exist 不是要假装他们不存在 not trying to sweep them under a rug 这个动词片也非常的棒 而不是把他们扫到地毯下 这个概念就是 当然我们会觉得 扫到地毯下不是会有个突起的感觉 但是在 在英语的这个 英文这个语言里面 你把东西扫到地毯下 就是假装看不到的 因为地毯下就遮住了这样子 and sometimes it's painful 有时候痛 sometimes it's ugly 有时候丑 but each and every time we have come out stronger better more united as a country 所以每一次 我们在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都会变得更强更壮 以及更团结成为一个 身为一个国家 但这是漂亮的词汇 你不能说 你这些话听完以后就信了 因为我还是觉得 美国在处理黑人的问题上 进步的程度还是不够快 以及 可是你看他刚刚都承认了 没有就进步可能不够 甚至可能开倒车 甚至可能干嘛 true 因为黑人白人的平权 就是racial segregation 已经结束这么久了 可是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还是发生洛杉矶暴动 所以这种机缘 还是有可能会反扑回来的 所以有reversal 有take step back 那问题是人家都承认 人家也说 可以公开讨论这些事情 人家都已经这样讲 你能怎么办 你还要指责他吗 你指责也没用 因为他就说 呀我们会检讨啊 那中国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 没有 所以你被人家 来管你的内政 是不是好像也刚好而已 right ok 然后 他最后讲另外一个 蛮重点的 就是拜登曾经说过的话 时任的副总统 他那时候 当然还是副总统 说过一句话 就是他们那时候去造访过习近平 习近平那时候 也还只是副总理 好像是 所以那时候 拜登说过一句话 就说了 It's never a good bet to bet against America 所以 你要是跟美国对赌的话 永远不是一个好的赌博 你要赌博 你就不要跟美国对赌 因为你跟美国对赌一定输 我认为这句话也是霸气十足 说真的 ok 所以我跟你讲了 你永远不要跟美国赌 你跟美国赌一定赌输的 这个听起来还ok 因为这句话听起来蛮漂漂亮亮的 问题是 有没有透露出一种霸气呢 也真的有 所以很厉害 ok 好所以 讲到这边 大概也够了 说真的 ok 但那我最后 这边有一个 羊的最后一个反击 或许或许是 所以总之他就说 美国啊 就想要用一种 condescending的方式 来跟中国讲话 It wants to speak to China in a condescending way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你要用一个有力 用力量的位置 来跟中国 用一种 condescending的方式讲话 什么叫condescending 我真的好爱用这个 好喜欢讲解这个字 因为我认为在亚洲的很多地方 都会把这个东西 视为理所当然 可是这个在欧美国家 就会被视为 是一种非常非常糟糕的行为 而他这么说就是 美国你啊 正在做这样的糟糕行为 而说不定你不自知 什么叫condescending 简单说就是 我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跟你讲话 我为什么说我们亚洲 常常有这种东西 因为亚洲有一种 问题就是 学长学弟制的概念 你知道 而学长说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像你在那边说你 国一的时候 读书读很辛苦 我们要学什么什么 方程式什么干嘛 然后我是你国三学长 我就会说 你到国三就知道了 这样讲话方式 就叫做condescend 就是一种高高在上 你什么都不懂的这种概念 那我们会视为还蛮硬 理所当然的对不对 可能也是开玩笑 可是事实上在西方 这是常常会被人家 检讨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外国老师 你会觉得他相对于 华人世界老师牵冲很多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反省自己 一直在 审视自己 有没有在言谈上 或者是行为上 不小心去 condescend upon other people 我自己也常常会 做这样的反思跟反省 所以 所以我还蛮希望 这个概念能够慢慢 传到我们东方来的就是 好anyway 下面还有讲另外一句话也是 在媒体有被一直引用 甚至是有些西方媒体的报导上 用的直接就是这句 来当做他们的标题 他说 I think we thought too well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中文讲的是 well 我认为呢 我们一开始把美国想太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骂美国 其实做了一大堆屁事 什么之类的 OK 好 然后再来这边也是一样 这红字再说一下给你听 Let me say here that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sid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qualification to say that it wants to speak to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OK 这个是不是就是翻译成中文在讲的就是 就是美国没资格跟中国 用什么讲 态度讲什么话 我知道好像已经印成T-shirt 对不起我真的脑袋想不起来 那个印成T-shirt 那个词是什么 反正就是中国不吃美国这套的概念 是这样子 OK 所以翻译一下这边给你听 所以在中国的前面 美国已经 美国没有这个qualification 就是这个资格 就是美国没有资格 来说 说什么呢 It wants to speak to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所以美国没有资格来说 它想要用一个 用一个有力量的位置 来跟中国讲话 The US side 美国这一边 was not even qualified to say such things even twenty years or thirty years back 就美国啊 你在二十年前跟三十年前 就已经没资格跟中国讲这样的话了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因为这不是一个来 跟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 来处理中国人的方式 这个大概就是翻译成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句话了 This is not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OK 不要用这种方式 来跟中国讲话 所以 这句话来翻译 现在印在T恤上的这一句 这一句 这一句 这一句中文 讲到这里已经非常长了 我知道 但总之一口气把它录完 希望你享受 享受这样的内容 我个人觉得 里面的这外交词令 真的是很棒 很值得探讨的 希望你有学到点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英文就漂亮很多 那中国的这边的翻译 其实翻译已经算是相当到位 已经很不错了 该威胁的都有 威胁到 然后呢 讲到和平 讲到合作 也有这些词汇 可是 是不是真的真心的 I don't know 反正 就看他们谈完之后 出来有没有一个 join statement 这个join statement 就是联合声明 那我这边呢 我在想 可能没有办法全部放在 YouTube的资讯栏 我或许把红色的部分 留下来放在资讯栏 让大家参考也就够了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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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